你是否好奇那些看起来朴实无华的招和老奥 凭啥能轻松战胜纠结奥都打不过的boss 招和老奥和新生代真的只有外表上的差异吗 今天阿泽就为小伙伴们深度剖析 招和奥和新生代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有啥区别吧 其一外表造型 招和奥与新生代最为明显的差别 莫过于他们的外表造型 整体对比下来招和奥的外观更加朴素 除去赛文外近视器都是统一的圆形 皮肤则是标配的银红花纹 且样式非常简单 没有自己的基础形态并不会因为能力的改变而发生外观上的变化 哪怕是奥特留兄弟将能量汇集在泰罗奥特之角内诞生的超级泰罗 外观上也没有特殊的改弄 同时招和奥没有过多复杂的甲咒装饰 即使有散文雷欧泰罗艾斯几位特利 也仅是简单平整的胸甲 而且他们使用的武器都非常朴实 无论是散文标志性的投标 杰克的奥特手镯 还是艾斯变换出来的艾斯之刃 都没有啥花里胡哨的设计 主打一个简单实用 而新生代的造型设计明显更加锐利复杂 除去基础的红银色外 更是加入了蓝色 金黄色 黑色 紫色等丰富的色彩 搭配尖锐的花纹设计 整体看起来更加复杂 华丽 他们的计时器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原型 风格更加多样 甚至出现了计时器位于侧胸的特例 同时新生代的形态众多 他们能借助其他奥特曼的力量 代人出不同属性的形态 且他们各有特点 无论是用于防卫的甲咒 还是作为攻击手段的武器 都是在原本招和奥的基础上 进行了二次创新 好不好用暂且不论啊 怎么抽象怎么来就对了 其二 变身方式 招和老奥的变身主打简单二字 无论是变身器还是变身动作 都设计的非常简单 最早登场的初代奥特曼 在变身的时候 只需要把贝塔魔棒举过头顶 按下按钮就可以完成变身了 整个过程用时不超过十秒 后续招和奥的变身器 都沿用了初代的设定 设计都非常的简单朴素 大多数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物件 例如眼镜 戒指 勋章等等 甚至捷克为了变捷 都没有自己的变身器 只需要意念就能变身 同时招和奥的变身动作 也非常简单 往往只需要数秒的时间 例如捷克的举手 雷欧的出钱 全程不超过五秒 而新生代的变身方式 就非常多样了 一个个都是持久型选手 无论是变身动作 还是变身器的设计 都复杂了不止一个档次 新生代初级 银河和威克特利的变身器 虽然设计更复杂 但变身起来相对简单 直到X与Obo的出现 新生代的变身动作 以及变身时间 开始出现了重大改变 人间体变身奥特曼的操作时间变长 往往需要使用其他奥特曼的卡牌 或者各种小道具 进行融合联动 同时还需要摆出各种变身动作 整体变身时长大幅度增加 这一设定也被后续推出的新生代延续 到了杰德TV 超线赛罗的变身时长 甚至越来到了伊昆 其三 设定数据 早前奥特曼宇宙尚属于开拓阶段 很多设定并不完整 为此远古在设计奥特曼数据时 相对保守 都是以初代奥特曼的参数 作为数据栏本 昭和娥的战斗时长 大多在三分钟左右 仅有少数的数值波动 例如雷欧的2分40秒 乔尼亚斯的4分钟 对比细节就会发现 赛文与捷克 都是在初代的技术上 进行了些许加强或者取舍 出去身高平均在40米外 万力与握力 都维持在10万吨 与5万吨以上的水平 其余属性都有着微妙波动 但总体相差不大 直到泰罗的出现 昭和娥的设定数据 才开始逐渐膨胀 出去拥有53米的夸张身高外 它的各项数值 均是奥特兄弟里最强的 无论是艾斯的速度 还是初代的万力 都一应俱全 即使放在究极形态 辈出的现在 泰罗的属性 依然属于中上游的 夸张水平 而新生代 除去早期银河和威克特利 这两个数值bug外 其余新生代的数值 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除去身高来到了 50米的平均数值外 它们的技术数值 都是低于正常昭和奥的 整体波动值在三分之一左右 只有切换强化形态的时候 数值才能达到 基础昭和奥的水平 可别觉得这样不公平啊 它们可都有自己的究极形态 数值翻面不说 基础形态的数值 弱点也很合理吧 其四能力必杀 用一个词来形容 招和奥的必杀 当属百滑齐放 受到特效技术的限制 招和奥必杀 都设计的非常简单 虽然看起来朴实无华的 但其威力却不容小区 每当提起招和奥 小伙伴都能在第一时间 想到它们的成名绝技 例如初代的八分光轮 赛文的投标战术 杰克的奥特手桌等等 除去泰罗与埃迪 这两个特例的全能战士外 其余招和奥 也将各自的基础属性 发扬光大 做到各有所长 把颜艾斯蓝条后 必杀消耗少 于是它的光线技能数量 在奥界 奥视群雄 雷欧光线属性不行 但万力握力等格斗属性突出 于是它只将格斗能力 修炼到极致 而新生奈们 由于吃到了版本红利 他们的必杀非常华丽 各种特效都是拉满的 什么召唤 列祖列宗 汇聚整个银河 都是信手捏来 不过他们的招牌技能 相对来说就很模糊了 除去奥特曼通用的光线技外 就很难找出 独属于他们的特殊技能 除了X 欧布与泽塔 这三位施放必杀 还带上了自己 专属logo的特例外 其余基本都是大同小印 造成这种原因 主要是新生代多形态的特性 所导致的 在兼用力量时 他们无论是外表 还是必杀特性 都会与兼用对象 有些许相似 所以大伙在看到他们必杀时 都能看到前辈们的身影 纵使必杀威力差不多 但独具自己特色的 也是遥遥无几 其五 单元聚集 昭和奥与新生代的聚集 也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首先是聚集长度 昭和时期 奥特曼的TV聚集更长 最早登场的初代奥特曼 聚集总时长为39话 后续登场的奥特曼 更是在此技术上发扬光大 就好像是刻意比长短一样的 这部 赛文杰克还在 以49 50一集的长度 炒得不可开交 艾斯和泰罗就已经靠着 52 53集的总长度 后来居上 同时 昭和奥的TV 大多采用短故事的剧集 几乎每一集都是独立的剧情 即使少有的连续剧情 也都只是两到三话而已 而新生代 自从银河开播开始 总继续就开始大量缩水 在昭和奥的长度上 直接腰斩 由平均50话的长度 转为如今固定的28话 值得一提的是 银河虽然只有11集 但加上本篇续作银河S TV总长度也来到了27话 小伙伴们注意区分奥 另外 新生代剧集最大的不同 莫过于采用了 长主线的新模式 他们的TV里除处着 少部分的特别片外 剧情都是胡同的 连贯性非常强 相比一集一个剧情的 昭和奥 沉浸感会强上不少 同样 昭和时期和新生代 登场的防御队 也有着不小的差异 昭和时期登场的防御队 非常的公式化 全部都是地球官方 创建的防御队 虽然有着同样的队伏 和数量相仿的成员数量 但他们的队员素质 和武器装备科技点 却非常的不平均 队员战斗力猛的 如陆战猛虎Matt 和怪兽干起来 主打一个不要命 他们用昭和最差的装备 打出了昭和最猛的输出 奥特曼来救援了 例如雷欧TV里的Mac 枪法宛如夕阳红 干啥啥不行 痛击队友第一名 而科技点 强如科特队 一只黑科技 窜天猴消灭绝顿 科技点落后的Matt 还在用火箭筒等老式装备 而新生代TV里 防御队虽然存在 但也衍生出了 民间组织和个人团队 防御队的类型 更加丰富 而他们的科技点 则是赛博军事争霸 一个比一个变态 且有XIO制造怪兽装甲 仿造诺亚外挂 后有军蟹库 制造机甲怪兽 沾染奥特曼的力量 其科技点放在昭和时期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毕竟时代总是要进步的嘛 以上这些昭和奥 和新生代奥的差别 小伙伴们是否都了解呢 如果你还知道 昭和奥与新生代 有哪些差别 欢迎在评论区里 补充交流哦 本视频仅为阿泽个人看法 并不具备权威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